習近平當局包括王滬寧這些人 制定意識形態的 基本上陷入了一種強迫症和精神分裂症 他們對他們自己的一些說法不能自言其說 就像這次夏寶龍所說的話 他說有的人一方面宣稱擁護一國兩制 但另一方面又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帶領者 他這岂不是自相矛盾 其實援助夏寶龍這句話指的就是 習近平、王滬寧這些人 因為他們不僅在反對一國兩制 根本上背叛中英聯合聲明砸爛一國兩制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在違背鄧小平 鄧小平是一國兩制的創立者 而一國兩制的領導是從趙紫陽以來的領導人 也就是說今天的習近平當局 是在反對趙紫陽、反對鄧小平 那麼也就是說他們是兩個角色 都是他們 所以夏寶龍只稱了半天 只稱了就是中南海這些人 這些人在違背一國兩制 這些人在不尊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 所以回過頭來說 他們的愛國者他們也是自相矛盾 任何一個國家就像美國 批評共和黨也好 批評民主黨也好 沒有人說他不愛國 你就換一個其他的 像是台灣也好 是日本、韓國也好 批評執政黨天津第一 那恰恰是愛國的表現 如果覺得執政黨做的不對 悶聲不吭的 那才不是愛國者 對這個國家是自若網文 不關心這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甚至就有可能是叛國者 像今天中共領導人 幾任的政治局委員 幾任的政治局常委 幾任的政治老人 把他們的財富轉移到海外 家屬子女轉移到海外 甚至把香港當成洗錢中心 這是十足的外國行為 十足的背叛國家、背叛人民 但是他們卻高喊愛國 實際上他們的愛國就是一個 定義就是愛黨 但是在大多數的正常國家 文明國家 黨跟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就跟毛澤東時代 他們自己都說了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那個時候是諷刺國民政府 諷刺國民黨和蔣介石政府 但是他們今天搞的就是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而且要求他們來承認 這個黨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黨 也就是說 現在習近平當局 在自我化牢 不僅是自我把自己化到 40年代他們所定義的國民黨 而且把他們化到希特勒 什麼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國家 這樣一套理論之中 所以這種法西式理論 來對待香港人 我想這樣的把戲 可以說是不戳就自穿 所以說 這兩人 我當然要求 我們不戳走